本期节目将是UP主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制作 程妖您先行观看作为铺垫的第15以及第18期节目 如果您对冰火之歌的背景并不熟悉 也请先行观看第3、第4与第20期节目 您即将听到的故事源自小说、电视剧 以及对马丁老爷威胁版内容的推测 让我们将《权力的游戏》电视剧发生的时间称为今日 那么在距今一万两千年前 仙民们来到了威斯特洛大陆 这片大陆上的原居民、森林之子热烈地欢迎了仙民 然而好景不长 仙民们大肆破坏森林砍伐了大量的鱼粮木 这严重破坏了森林之子的生存环境以及他们的信仰 两个种族之间因此爆发战争 这也最终导致人类的信仰进行了南北的分化 战争以双方签订和平协议而告终 南方人砍倒了所有的鱼粮木 将森林之子赶到北境 北方人则接纳了森林之子的信仰 并信奉起了他们的神 这个神被称为旧神 和平持续了一段时光 直到距今八千年前 又有一个新的种族从极北之地进入了威斯特罗大陆 他们拥有苍白的肌肤 湛蓝的眼睛 手中握着闪烁水晶般光芒的长剑 他们带来了寒冷的浓雾 也带来了一个漫长的黑夜 他们痛恨所有体内流动着温暖血液的生物 他们用长剑捅穿每一个活人与动物的躯体 并复活成冰冷的行尸 他们被称为异鬼 传说世间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两位神之间的纷争 其中一个被称为寒神 它象征着仇恨 象征着黑暗 象征着冰 另一个名为拉赫洛 它象征着热情 象征着光明 象征着火 拉赫洛被称为光之王 寒神孕育出异鬼 想要让永无止境的长夜降临这个世界 而光之王也选择自己的勇士对抗黑暗 这一次光王选中的勇士被称为最后的英雄 在世人的口中 他的名字叫做亚索尔亚亥 亚亥联合起人类与森林之子 共同对抗异鬼 而人类中最英勇的战士组成了战争的中间力量 他们便是第一代守夜人 大战的最后 为了借助光之王的力量 亚亥不得不奉献出自己最宝贵的东西 他将刚刚铸好的剑插入妻子的体内 而当剑被拔出 剑身上燃起了熊熊的烈火 这把剑便是光明使者 亚亥用它斩破黑暗 把异鬼赶回了极北之地 长夜终于被打破 但是纷争才刚刚的开始 在长夜终结之后 史塔克家族的创始人 著成者布兰登 联合北境人与森林之子 用冰雪与魔法建立起了一道横贯东西的高墙 绝境长城 至此 异鬼被挡在了遥远的北方 而守夜人们也在长城之上 开始了漫长的守望 时光飞逝 守夜人的指挥官交替了12次 而当第13任指挥官站在高墙上向北眺望时 他看到了一位皮肤苍白 双眼湛蓝的女子 他的心立刻被俘虏了 他将灵魂献给女子 并自立为夜之王 又将女子立为夜之女王 两人奴役起守夜人 通过活人的献祭 再次招来了异鬼 当时的林东城城主 破坏者布兰登 联合塞外之王乔曼 决心摧毁夜之王的统治 大战之中 乔曼吹响了东之号角 唤醒地下的巨人 击退异鬼 而破坏者布兰登 则将长剑刺入了夜之女王的心脏 然而 夜之女王真的死了吗 诱惑者布兰登向世人 隐瞒了事情的真相 守护林东城的巨剑 名为寒冰 但寒冰被以法雷利亚钢重铸 仅仅是几百年前的事 所以破坏者布兰登 只是将一把普通的长剑 刺入了一个看上去 像是女性异鬼的体内 八千年转瞬即逝 这个时代 史塔克家又有了一位布兰登 小布兰登喜欢听睡前故事 尤其喜欢那些阴暗恐怖的传说 于是老奶奶给他讲了当年的长夜 向他描绘了那位夜之王 有人说他是波顿家的人 或者安博家的人 其实他是史塔克家的人 而他的名字也与你的一样 同一时间 琼恩总之噩梦连连 他每天晚上都会梦到自己前往地窖 听到一个女性的声音 那个声音似乎是从更深处传来的 冰冷而绝望 琼恩每次都想靠近 但每次都会被下血 专而几大家族之间爆发了权力的游戏 最终临东城被波顿家所站立 至此史塔克的家训终于被打破 临东城不再被任何一位史塔克所镇守 同时学长向整个威斯特罗大陆发出消息 北方刮起寒风 长夏已经结束 而民间总是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更漫长的夏日 总是伴随着 更漫长的燕冬 如果这一切都不是巧合 如果夜之女王并没有被杀死 而是被封印在了某个地方 如果在梦中呼唤穷恩的 那个在临东城地下深处的东西 与这一切有关 如果异鬼将八千年前的夜之王复活 如果这位夜王的目的并不是杀死所谓的三眼乌鸦 而是为了救出自己的心爱之人 如果这位曾是史塔克人的夜王轻易地攻破了临东城 混乱之中地下的封印被解开 如果最厉害的刺客在杀死夜王后发现 异鬼大军并没有溃散 因为异鬼的首领根本不是自封的夜之王 而是一族中唯一的一位女性 等到了那个时候 相信时空会再一次轮回 号角将再次被吹响 广之王也将再次选出最后的英雄 而这位英雄也将以奉献出心爱之人的生命为代价 铸造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光明使者 如此一来也就验证了马丁老爷的那句话 冰与火之歌的结局将是喜悲参半的 了解